五 免居心成敬 入道多门 为人自去 了无一定之法 其一定者 约成 约恭敬 此二世 虽尽未来记诸佛出世 皆不能一也 而无人以博地凡夫 欲顿消夜累 宿正无声 不致力于此 譬如 目无根 而欲貌 了无意 而欲非 岂可得乎 正 至弘仪大师书 一 念佛一法 乃至简至一 至广至大之法 必须恳切至诚之极 应大师 士极之晚 欲真达师等云 净土法门 别无其特 但要恳切至诚 无不蒙佛接应 待业往生 见永思极 方能感应道教 极生轻获实意 若懒惰懒怯 毫无敬畏 虽重远因 而泄满之罪 有不堪设想者 于常畏 欲得佛法实意 须向恭敬中求 有一分恭敬 则消一分罪业 争一分福慧 有十分恭敬 则消十分罪业 争十分福慧 若无恭敬 而至泄满 则罪业欲争 而福慧欲减矣 正 赴邓伯成书一 理颂慈念 种种修持 皆当以成敬为主 成敬若即 经中所说功德 种在凡夫地 不能原德 而其所得 亦以难思难意 若无成敬 则与畅戏相同 其苦乐悲欢 皆属假装 不由忠出 众有功德 亦不过人天吃福而已 而此吃福 必以之以造恶业 其将来之苦 何有了其 正 赴高少林书二 约成 约恭敬 此与举世贤之 此道 举世贤媚 应光 由罪业深重 其消除罪业 以报福恩 每寻求古德之 修持异范 由事而知 成与恭敬 实为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之 极妙秘诀 故常与有缘者 尊尊言之 正 傅勇家某居士书五 福如来灭度 所存者为经与相 若以土木精彩等相 视作真佛 即能灭业障 而破繁祸 正三昧 而出生死 若以土木精彩试之 则以土木精彩而已 又土木精彩 谢之则无过 若以谢土木精彩之佛像 则其过 谜天意 读读佛经主语 只当作现前佛主 为我清宣 不敢烧门待乎 能如事者 我说其人 必能集生高登酒品 策证一针 否则是游戏法门 其利益不过多知多见 说得了了 意思不得真实受用 乃道听徒说之能事也 古人于三宝分钟 皆存实境 不徒泛泛然 口谈以也 今人口上不肯谈以屈字 旷实行乎 正 赴游戏音书 礼佛一事 急忙之人 不便特立 但自诚恳切 口称佛号 身立佛足 必至其如在之 成则可以 正 赴张云雷书二 设立不能礼拜 从灵不能亲至 有何所欠 但能见佛像 即作真佛想 见佛经足语 即作佛祖念命自己想 毕恭毕敬 无怠无忽 则终日见佛 终日亲至 诸佛菩萨 祖师善之事 设立丛林 云乎斋 正 与谢荣托书 大绝世尊 所说一切大成显密尊经 西皆 离本为心 道府实相 立三世而不义 举实戒以贤尊 归原副本 为诸佛之导师 拔苦与乐 做众生之慈父 若能结成尽敬 礼颂受辞 则致他聚蒙圣意 悠显同目恩光 犹如意诸 事无尽障 取之不愧 用之无穷 随心限量 惜满所愿 正 持经利益随心论 欲得佛法实义 虚办十分诚心 持经念佛之事虽同 心之成 由浅身泛妾之不同 则其利益 便大相悬殊矣 世间世事 君须以成而成 况持经念佛 欲以凡夫生 了生托死 超登佛国 不成而能得乎 须父礼听涛书一 持诵经咒 跪在乎城 众绝部之意 若能结成尽敬 浅恳受辞 久而久之 自然夜消自朗 仗尽心明 尚能直达佛意 何况闻至迅骨 与其意志 否则 众能了之 由不至成 只成凡夫勤健 补度思量而已 经之真利益 真感应 皆无犹得 以完全是 世心分别嫉妒 何能潜通佛制 暗和道庙 一操直入 顿获圣意也 三 招募客颂 白话解释序 经云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若非素有因缘 佛经明智 尚不能闻 况得寿辞读诵 修因正果者乎 然如来所说 十一众生 疾心本具之理 于心性外 了无一法可得 但一众生在谜 不能了之 于真如实相之中 换生妄想执着 由知起贪嗔痴 照杀到淫 迷智慧 以成烦恼 即常住 而为生灭 经 晨典节 莫知能返 信欲如来 所说大成显密诸经 方知 依诸固债 佛信人存 几笔刻作见人 原是长者真子 人天六道 不是自己住处 时报极光 乃为本有家乡 回思从无始来 未闻佛说 虽则 俱此心性 无端罔寿轮回 真堪痛哭流涕 生振大千 心 片片烈 长 寸寸断矣 此恩此德 过比天地父母 息赐百千万倍 众粉身碎骨 何能报答 正 结成方祸十亿论 金刚经云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即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有云 债债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世间天人 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知此处 即为是他 皆应恭敬 坐礼围绕 以诸花香而善其处 何以令其如此 以一切诸佛 即诸佛 阿诺多诺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今出故 而诸大成今 处处教人 恭敬经典 不一而足 两以诸大成今 乃诸佛之母 菩萨之师 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 久戒众生之出苦慈行 虽高正佛果 尚须尽法 内报本追远 不忘大恩 故涅槃经云 法是佛母 佛从法生 三世如来 皆供养法 旷佛地凡夫 通身业力 如众求之 久积牢狱 莫有得出 何信呈数世之善根 得赌佛经 如求欲赦书 庆幸无极 故将依之 以长依三界 涌出生死牢狱 轻正三生 直达涅槃家乡 无边利益 从文经德 岂可认狂妄之之见 不存敬畏 同俗如之独送 则行泄毒 正同上 至于月经 若欲作法师 为众宣扬 当先月经文 次看著述 若非精神充足 见解过人 往不徒劳心力 虚尚岁月 若欲随分 钦得十亿 必须自成恳切 清静三叶 或先端坐扫请 宁定身心 然后拜佛朗诵 或止末月 或拜佛后端坐扫请 然后开经 必须端身正坐 如对圣荣 清零原因 不敢蒙一念懈怠 不敢起一念分别 从首至尾 一直越去 无论若闻若意 一概不加理会 如是月经 利根之人 便能物二空理 正十项法 即根基顿裂 亦可以消除业障 增长浮惠 六族位 但看金刚经 即能明心见性 即止如此看耳 顾名曰但 能如此看诸大成经 即能明心见性 启读金刚经为然 若一路分别 此一句是什么意 此一段是什么意 全属烦情妄想 补度思良 岂能明辅佛意 原物精子 因之业障消灭 福慧争从乎 智者诵经 豁然大悟 即而入定 岂有分别心之所能得哉 亦古得写法华经 亦心专注 遂得念及情无 至天黑定 上依旧写 逝者入来 言天黑定了 只莫还写 随即伸手 不见长矣 如此月经 与参禅看话头 持咒念佛 同一专心致志 至于用力之久 自有一旦 豁然贯通之意耳 明 学教信禅师 凌波俯成人 目不示钉 中年出家 苦参利咎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其苦恨 实为人所难能 久之大策大悟 随口所说 妙气残疾 由不示志 不能写 久之 则示之矣 又久之 则手笔纵横 居然一大写家 此诸利益 皆从不分别 专精参就中来 月经者 亦当以此为法 正 傅永家某居士书 五 学佛之人 夜间不可赤体碎 须穿三裤 以心常如在佛前也 吃饭不可过度 再好的饭 只可吃八九成 若吃十成 已不养人 吃十几成 丈夫必伤 常如此吃 必定短寿 饭仪吃多 心昏生疲 行销不动 必至放屁 放屁一事 最为下作 最为罪过 佛殿生堂 均须恭敬 若烧香 不过表心 旧无神香 若吃多了 放得屁 及其臭惠 以此臭气 熏及三宝 将来必作 粪坑中躯 不吃过度 则无有屁 若或受粮 觉得不好 无事 则出自空地 放之 待其气消 再回屋中 如有事 不能出外 当用力提之 不宜客 即在腹中 散开矣 有位不放 则成病 此话 比放屁还罪过 万不可听 无人业力凡夫 在圣中圣 天中天之佛殿中 三宝具足之地 竟敢不加速链 任意放屁 此之罪过 极大无比 许多人 因不多看古德著述 当作古德不说 不知古德说得巧 云泄下气 他也不理会 是什么话 人不介意 光三四十年前 常说此事 后事问之 人不知是何事 一故 只好直说 放屁耳 唱戏骂人 说放肆 就是说 你说的话是放屁 凡有所畏惧 气都不敢大出 从何会放屁 尤其肆无忌惮 故才有屁 礼物为说放屁话 唯不雅听 我实在要救人于 坐粪坑之躯之前耳 续 借初发心学佛者书 陈起 集大小姐 必须洗手 凡在身上抠 脚上摸 都要洗手 下月裤腿 不可敞开 要砸到 随便吐痰洗鼻 是一大折服之事 清净佛地 不但殿堂里 不可吐洗 即殿堂外 敬地上 也不可吐洗 敬地上一吐 便献出乌相 有些人 须多看 须多看 急躁不能宁静 必难得其子去 后生稍聪明 得一部经书 费寝忘餐地看 一遍看 第二遍 便无性看 即看 亦若丧气 失魄之相 此种人 均无成就 当立戒之 苏东颇云 旧书不厌 百回读 俗读身师 子自知 孔子 乃生知之甚 独义 尚知 唯边三诀 以孔子之之格 当过目成诵 何必又要看文而读 故知看文 有大好处 背诵 多划口诵过 看文 则一字一句 惜之子去 无人 当取以为法 切不可显自己聪明 钻上背诵也 当孔子时 无子 凡书 或书于木板 或书于竹简 亦竹板也 一之六十四卦 乃福西所画 六十四卦 开手之断 乃文王所作 每卦之六瑶 乃周公所作 词外之上经 炭篆 相篆 下经 炭篆 相篆 并乾坤二卦之文言 即细词上篆 细词下篆 说卦篆 续卦篆 杂卦篆 所谓实义者 皆孔子所作 若约自说 孔子所作者 比文王周公所作 当多十余倍 而孔子读文王周公之义 竟知将编书之俗皮绳 磨断过三次 可以知读之变数 不可济也 无人能以孔子之横 而读佛经 持佛名 必能以佛之言之德 熏己之夜视心 诚如来之智慧藏也 续同上 今相之不能读 不能供者 故当焚化之 然不可做 平常自止化 必须宁舍化气 言以防守 不令灰飞鱼处 以其挥取 而装于极密制之 布袋中 又加以尽杀或尽石 必入水则成 不致飘于两岸 有过海者 到深处投之海中 或大江深处 则可 小沟小河 断不可投 三 父如臣法师 带有人问书 带有人问书